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之所以刚才这样说是因为今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 我坐早班车点评的时候真的是不明飞行物 当时已经发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心里就想 我说这年头还有啥东西是不明飞行物呢 好了四个小时之后 现在我们十一点十分 节目录制的时候已经有了 韩联网报道说韩军 称朝鲜今天早上发射两颗 啥东西呢 叫近程大道导弹 哇 依然是导弹 这个我不是军事专家 不知道跟上行亲战两颗导弹相比有什么差别 但一会儿我跟大家说 这战略上意味着什么 韩联网同时还有一个详信 说韩国的防长称 朝鲜如果对韩国吃挑衅 那就视为敌人 韩国朋友这话说得太早了 这是朝鲜朋友发个脾气可遇了 我说的就是他马上现在不是working level dialogue 就是美韩美朝之间要举行工作层面的会议 朝鲜朋友坐上去之前去敲两条桌子 说不高兴了 有好吗 不有好 寻常吗 不寻常 有损害吗 没损害 观点什么呢 引起你注意 说韩国朋友不要太早的下断定 要不然要把这个给搞糟的 好了 于从事我们来看看这个日本 日本这个Japan Times日本时报 说这个导弹是长这样的 导弹当然是这样这样的 导弹也不可能长得像我这样 然后说华盛顿呢 还是继续在制裁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军需官员 就是提供弹药的官员 好了 韩国朋友你看 韩国人现在最近好像有点焦虑 现在不但是特朗普焦虑 韩国人也很焦虑 这个韩令网还报道说 韩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的首批大饼 越内装运计划落空 至于吗 朝鲜无意就敲两下桌子吗 其实敲桌子是为了引起你的关注 好了 这时候咱们就谈到这为止 于从事中美的贸易谈判正在上海举行 昨天晚上据说在和平方街吃了一顿晚宴 赏月 赏月还赏得不错 按照香港新交日报报道说 谈判呢 仅希望展现双方的诚意 这当然是看看热闹了 于从事说这个三人大合照 谈得也很不错 讨论笔记 但是我们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闹嘛 门闹在哪儿 在第三部分 好了 于从事我们先看看热闹 继续看看热闹 香港的新报报道说这个贸谈呢 蒙上了阴影 美股的收视回软 这个阴影还似乎说得太早了 如果真不行的话 明天这个时候看有报天天读 但是不管怎么样 特朗普昨天有点不耐烦了 特朗普昨天晚上起码没睡觉 不过他那个时间是早上 我们在睡觉 他早上刚起床 老人家 连发了大概五六条推特 基本上都是指着中国 我们先看看联合早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用中文是这样说的 特朗普的推文里面说 如果连任的话对中国的贸易谈判将更加强硬 然后彭沐东勋社是说 他说特朗普不断的对中国发火 说中国就在他的两个贸易代表到上海之际 他说中国原来是要等着我连任的 他们不想跟我谈的 他们希望看到我明年被defeated 被干掉 希望跟我的下一个人谈 谈什么跟Jobiden什么的谈 然后他们哪有我行啊 关键老兄年纪也不小了 对不对 适度退休也是可以的 好所以这话就说到这为止了啊 然后你看今天啊 记不上美国报纸 昨天很安静 今天美国报纸没有什么来自上海的消息 对不对 上海的消息是秘密吧 第三本回来讲 然后Wars Journal是说了 他说美中贸易谈判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with no breakthrough in sight 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大可能看到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这当然突破性的进展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只要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规则 只要不破裂我想大概就是好事了 然后第二部分有一个好的游戏规则出来 台湾联合报是这样说的 中美的上海贸谈呢 有可能会争与 争与争丰相对 其实啊 争与争丰相对也是好事 两个强硬派在一起 反而是各自知道对方的底线 好了 涛兰笔记 涛兰笔记我们引用的比较多了啊 你懂的 里面有很多的内幕 然后磋伤在上海重启 重启上海公报的精神何以传承 这个当然有了很多话 然后我们后面看看 陶兰笔记怎么说的 首先第一点 这有利于磋伤气风又紧张 想缓和的调节来缓冲 不过呢 有些人呢还老喜欢玩点什么极压 极限施压的把戏 其次呢 这有利于让美方更直观的感受到中国的机遇 一点点谈与谈的谈与打的利和弊 然后他说 此外呢 大家既希望于197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精神能够的延续 尤其要看到上海公报所折射的两个词了 智慧和胸怀 从这一点上 特朗普显然比不上当年尼克松了 然后同时 特朗普记还说 第一呢 上海公报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转制的 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第二 公报在表述的方式上也暗含了历史上中美的相处之道 那就是求同存异 有对抗 但不获释双方的共同利益 好了 与此同时 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 海外版 现在美国人估计这几天在上海 又对中国提出很多要求 然后中国这次肯定也不是暖色子好捏的 中国第一在我们的主场 第二 过去我们对自己的经济经过评估受影响不大 第三 最近我一再说 我们在优化 在找我们的替代市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于美国的无理的要求 也就更有了回应的底气 所以人民日报海外版 有锣鼓听音 听话听音 锣鼓听音 里面说中国坚持对国内外企业同等保护 意思说 你我们会保护的 我们也会保护的 关键 你不能有超国民待遇 跟我们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了 于是我们再看看路透社的报道说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罗斯现在自己有可能被特朗普干掉了 年纪大了 话也说不动了 路也走不动了 特朗普对他很不满意 但是在没走之前 他有话要说 美国商务部长按照路透社的报道说 称有可能下周就华为出售的许可证做出决定 说不定等不了明年下周老部长出来 说不定 好了 这话咱们就不说了 时间不够 说到华为 咱们就说说华为的事 星报和Financial Times都有报道 星报说 华为收入4013亿人民币 业绩比去年增了23% 好了 于是从事后面两条消息很有意思 刚才我不是说中国 前几天我就一直在说 中国不断地在寻找替代市场 一要找到足够的能量 大豆 高粱 还有什么其他的农产品 因为全球的大豆产品65%是输往中国的 只要能够找到这个 同时第二个能够可持续发展 基本上就没有美国什么事了 美国农民就秋收起义去吧 8月31号了 7月31号了 明天又8月1号了 再过一个月秋收起义了 然后路透社报道说 独家 中国将派团考察阿根廷的豆腐的 豆磨的压渣场 可能向阿根廷开放市场 这里面锣鼓停音 以前我跟他们说过 美国 巴西 阿根廷 还有什么智利等等事情 南美跟北美差不多 还包括加拿大 对不对 从运输管道来说是一样的 何必要跑到美国去呢 所以阿根廷 巴西 市场开放 对美国威胁很严重 还有美国 按照路透社报道说 美国当然也明显的知道这里面的威胁了 所以特朗普称 向寻求与巴西达成双边的贸易协议 恐怕美国最近还在跟巴西施加压力的 但也不要忘了 巴西也是精算五国的成员国 对不对 好了 讲到精算五国 咱们后面讲讲跟巴西无关 但是跟精算五国是有关的 最近段时间马上要在中国召开RCEP的部长会 就是中国倡导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贸易关系 按照南高早报道报道说 印度的商务部长说我国内的事情显然比这事更重要 我就缺席吧 兄弟缺席没关系 过了这个春就没这个店了 好了 于此同时我们再来看看韩国方面 韩国方面 韩国中央日报还有地铁日报的报道说 last chance for diplomacy with Tokyo this week 韩国朋友不断的说这个星期是最后跟东京达成外交的一个机会 因为最近日韩之间由于半导体的事闹得很大 惊动了美国 所以韩国的外交部长说 日本很有可能将韩国移出白名单 移出白名单是什么呢 加入到黑名单当中去的 关系这个事还影响到了战略 现在日韩不都是美国的小兄弟吗 所以按照韩联网的报道说 韩国有可能视情况 考虑将日韩的军事情报的协定来作废 韩国朋友好厉害 所以我跟你说 韩国朋友不能惹的 他第一砍别人的手持 最后砍自己的手持 或者反过来 然后日本表示 有可能要延长军事保护协定 然后美国老大哥在中间要敦出考虑终止协议 为双方的贸易磋商争取时间 恐怕也没啥用了 关键问题 日韩的贸易争端给中国芯片带来了机会 同时按照FT的中文网报道说 日本的出国管制也搅乱了科技链 这个supply chain global supply chain 就全球的供应链 我们还是非常关心的 好了 后面也很快的速度 帮你梳理一下 国际店期待一些消息 好 国际消息 我们来看看约翰逊 英国的新商人的首相 这个首相拖 问题很大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跑道 这几天真的爱尔兰 跟爱尔兰的女中立也闹得不可开交 你看 他independent的英国的独立报很有意思 他说Johnson plays chicken with the Irish over backstop 他在玩这个鸡 这个玩鸡是这么的意思 就是跟他叫板的意思 这英语里面 但是英语里面说是play chicken是叫板 但是如果在中文里面 你要看了这么多了 那就有问题了 头发乱哄哄哄的 总理叫了很多鸡 这算不能这么解读 要从英文解读 他说确实是叫了很多鸡 他说玩鸡 玩鸡是什么呢 那就是叫板的意思 好了 同时台湾联合报还有一个报道说 U硬托欧 苏格兰 北爱尔兰 喊托英 这个标题做得很好 说你要托欧 我们就托英 以后就没有UK了 只剩下England了 没有什么United Kingdom了 联合王国这里说了 没了 好了 英葵 英国首相访问苏格兰被虚 会面结束后走后门 所以你看 爱尔兰的女总理说 不行 算了 你还是走后门 Inspectors Boris 走后门 当然 跟中国的走后门 也不是这个意思 好 同时我们第三简经看看 来自欧盟方面最大的国家 德国 德国现在说 欧盟对他很恼火 因为约翰逊拒绝见欧盟领导人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欧洲的伙伴很恼火 同时欧洲的市场也很不稳定 但与此同时 德国的上报还有一个很大的报道 说最近一段时间 英国有很轨矩的钱 英镑大跌 英国大涨 为什么呢 英镑大跌是很有可能的 对 因为大家对英镑没信心 对于脱欧之后的 英欧的贸易关系没信心 但英国的股市 涨到了一年两年以来的最高 因为英镑大涨 大概英国的整个的贸易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几 是跟欧洲的贸易 所以这样的话 对英国的企业出口是有好处的 但这个其实坦这来讲 也是不可长久的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英镑的大跌才是本质的 英骨的大涨才是表面一个虚幻的现象 好了 余从事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也是虚幻 很有意思的事情 迪拜的王主 王妃就是老婆 对不对 向英国的法院申请婚姻的一个保护令和净骚扰的令 好了 余从事我们再看看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 特朗普最近这夏天过得不太安稳 要不要被弹劾 现在两党之间有分歧 美国选民也有分歧 所以按照ABC News的报道说 民调说过半的美国选民不希望弹劾特朗普 是差不多了 第一任期都快结束了 好 然后特朗普前几天还跑到一个州 跑到一个州去发表演讲 纪念当年什么英国人在那搞了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他也没说错什么话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黑人的一个议员 当场打断他的话 当场打断话 完了以后还很高兴在记者推特上发表文章 说我刚才把总统的发言都给打断了 因为他是个racist 因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对种族主义者就不能把话讲到底 所以特朗普基本上回去 大概只剩下了对梅拉尼亚发火的这点本事了 然后联合新网还有个报道说 川普想在2020年之间大选 减少美国驻阿富汗的一个兵力 驻韩美军分勇呢 美国开价说要50亿美元 但是首尔不答应 首尔说我们有个rational and fair defense costing sharing negotiation 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 同时要有一个公平的 在双方的这个房屋费用方面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谈判 好了 最后我们同时还告诉你 新闹日报和CNNU报道说 路线capital one到一个人的指教 美国跨性别女黑客 跨性别女黑客 这啥意思 这什么叫 到底是女的还是男的 还有第三者跨性别女黑客 以后咱们也说一下 凤凰威士 这个有报天天图 跨性别主持人 好了 咱们再说说这个星岛日报 还有一个报道说 波兰防人才外流 200万青年免交税 注意哦 这是波兰青年免交税 这个是对其他地方处理青年问题 稳定那些angry young people 那些稳定那些愤怒的年轻人 也是有好处的 好了 完了以后咱们再看看日本的时候 日本最近热浪滚滚 日本不但是地震频发 同时也是夏天要么冷 所以最近一周有11个人中暑上面 5600个人住院 最后告诉你 法国有个欧洲最大的热气球节 正在举行当中 大件事件 好 欢迎回来 我们一只眼睛盯到上海 一只眼睛盯到北京 上海中美贸易谈判 北京中央政治局正在举行经济工作会议 马上告诉你 重要就讲 好 其实了解我的观点的朋友们都知道 其实中美的贸易战是感冒 对不对 这个里面我们打扮的喷嚏 看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到底如何 现在我们的喷嚏越打越少了 说明我们在 我们身体的基础是可以的 我们看看南华早报的报导说 他说 中国领导人说 中国可以把危机 转换成我们的机会 到底什么呢 现在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下行 但是整个一个下行的增量 基本上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的 整个经济总量的一个增量 这么大的一个量 体量不用怕 但关键问题把结构转过来 结构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制造业 服务业同时还最主要的是内需 所以香港新报的报导说 下半年中国中央定调深挖内需 楼市的调控绝不放松 但是内需了解我的观点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 这个其实老年人的内需很难拉上去 这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 年轻人内需也很难拉动起来 年轻人跑到外面去shopping 买买买 买空全世界 涉及到中国制造业的一个转型 高科技的一个转型 所以这里面年轻人不是不想买好货 而是在国内买不到好货 对我们的制造业提出一个挑战 另外这个在底线方面 新浪日报报导说政治局说不将房地产 作为刺激经济手段的一个手段 刺激经济的手段 这是完全正确 对不对 然后《人民日报》海报版和《人民日报》 都有报导说 信心、定力和底绩 稳中求进 有力的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现在不是求量 而是求质了 《经济日报》还罗列了下半年内地经济工作的一个要点 第一是货币政策 然后扩消费、稳投资 楼市要调控 同时要应对贸易战 还有科创版 科技创新 还有挺民企 因为只有民企 民企业才是真正中国未来长治久安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保障的地方 因为现在按照一些东南沿海大省 我们都可以知道 民企大概已经解决中国的出口率的77% 就业率的97% 然后同时还有保就业 所以稳民企和保就业是连在一起的 同时霞河岛 大家知道我们也很重视 你懂的 然后同时他说有几个看点 第一行事严峻 第二是车中民生 同时要消费挖钱 第四是金融改革 所以内需 内需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但内需 老年人拉不动 社会保障 年轻人拉不动 关键是制造业需要一个升级换代转型的问题 同时新报还报道说 习近平对下半年人进工作提出三点 西方 第一要正确认识进行形势 第二要重点聚焦目标任务 第三要打好 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 这就以前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要底线要拖住 上线要拖窄 然后外汇管理局拖底线的部分 新报报道说外汇管理局续继续严打外汇的违规 然后再拖上线方面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说 该退就退 优胜劣汰 这是对中国经济进行一个大的结构性调整 好了 也很快的速度帮你梳理一下中华地区其他消息 好 讲到制造业 我们就来谈谈制造业 现在有一个消息说 国家统计局出来的数据说 中国7月官方制造业PMI 就是经理人采购指数 西方说报49.7%为4月份以来首次回升 那就说明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开工率开始比较高了 然后同时在其他的股市方面 这个金融方面我们也有一些相同的报道 同时在两岸关系方面 香港的人民日报报道说 大陆再拉拢所罗门 台湾说邦交国是稳定的 其实也就这么几个看样拉不拉的问题了 其实剩下的 就像平时你要吃两碗饭 现在你整些三厘米了 你说我是把你三厘米抢掉好 还不抢掉好 对不对 不抢掉你也吃饱 抢掉对我来说分分钟的事 好了 魏凤和 同时香港新闻魏凤和 国防部长说低估军队的决心是极其危险的 也就是国家统一 同时蔡英文最近不是外访吗 据说他的飞机上的所有人 尤其他的国安团的人都在走私 只有蔡英文一个人没有走私 所以联合报报道说全机仅仅蔡没买单 华航失言 据说还是买走失言 那蔡幸亏是不抽烟 他如果别的东西他会不会走呢 咱们就不说了 好了 现在韩国瑜代表国民党要出政了 现在联合报报道说连战设宴 韩王沛不成 王金平不干的 然后王金平再拒 拒绝会见韩国瑜 之前我说王金瑜 王金瑜是什么人呢 这个人 前面有一个形容词 咱们就不说了 最后同时告诉你 水炮车 首日陆市最好最快下周出勤 所以香港那些所谓的暴徒梦也好 激进的思维者也好 水炮来了 你要么准备一块香皂洗个澡 要么准备一些染料 自己给涂上去得了 不过今天下午 香港就要马上刮八号风球了 八号风球大概是一个第一个老天给我们上了水炮 好 后面我们再看看宠物 现在全世界大陆 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宠物 据说每年花在宠物里面的商机有八千亿 不得了啊 所以中国经济体力量大不大 不用担心 好了 我们要马上告诉你 最近特朗普在国内经济上也非常焦虑 刚才我们说我们继续今天会一睁眼睛盯到上海 也许到明天我们的《有报》播出的时候 我们就有更多的消息告诉大家 现在不管怎么样 现在美股啊 亚洲的股市都有点瘦跌 对这个事比较担心 对不对 然后特朗普昨天也很焦虑 股市跌了他也很焦虑 然后同时他们代表在第一线谈 他马上就开始说中国 为什么呢 就说因为中国之前承诺他要买大豆 买农产品 但现在是我们言而不发 言而不买 买 但是不下单 对不对 或者改变订单 这个中国我还是他不要不要的 所以他直接说了 他说我知道中国的策略 他们在等我下台了 2020年以后继续跟我们下面人谈 《纽约时报》 最近今天一篇好文章 他说他第一句要这样说的 双方代表在上海谈的那些文本内容 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事 但是估计美方会提出很多以前的要求 中方也会回应 所以真的会成风 唇枪舌舰 一个针锋相对 这里面就继续讲到 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看看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下跌了 今年前三个月还不错 好像有百分之四点几 第二季度跌到了增长率 跌到了百分之两点一 这对特朗普是一个心头大坏 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德国商报 有一个报道说他采访了2001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的 诺贝尔经济奖的一个获得者 叫Joseph Stiklitz 他讲到了 他说其实美国经济 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当然这个希望是暂时的 但从长期来说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一定是长期的 而且一定是跨越特朗普时代 所以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特朗普为何如此教育 大家发现最近特朗普又焦虑又骚动 跟前一阵牛哄哄的判若两人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 中国不买他的农产品 明天就8月1号了 再不买的话 农民秋收起义了 第二 最近第二季度经济下行 给特朗普造成了心头大坏 观点我个人认为 我们后面要注意三点 第一 要高度关注 最近特朗普和美联储之间的分歧 美联储说要减息 2015年年底到2018年年底 美联储涨了 加息加了9次 现在要减息 特朗普说减了还不够 还要继续大减 说明双方在一个问题上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对美国经济非常担忧 第二 要关注美国经济的深层值的问题 我明天再跟大家讲 第三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 全球贸易结构当中的深刻变化 这是特朗普老人家 知识结构有限 他没看到的问题 他以为所有的问题只能用关税斩来解决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看 今天在上海谈的怎么样 不要抱很大的希望 但是如果能够设定游戏规则 将是相当不错的一面 同时我们还要提醒特朗普先生 老了还是回归理性务实 未来的生活会过得更加有趣 有报天天读 明天我们继续见